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本期视频呢,我将要教大家一项新的技能 就是当你发现你的PlayStation不能读取公盘 不能读取游戏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如果你想知道答案的话 那么一块跟我去看一看吧 Let's go 嗨,大家好,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台机子 您的机子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呢 让我们来先放一张碟来试一试 开机 好,没有插电哦 哦,满地 它别压根就没有去转了 还是无法读取 那 接下来我们就来教大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呢 先要准备三样工具 第一样工具呢,就是这个 十字的螺丝刀 第二样工具呢,就是这个一字螺丝刀 当然了,还有这个最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PlayStation的这个激光头 我这个机子是长线的 所以我用的是长线的激光头 大家看一下,长线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 第一步 打开机器的外壳 首先呢,我们将机子翻过来 机子的后面有六个孔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我们接下来用十字螺丝刀 拧开这六个孔 六个螺丝孔 一样五个孔 就会打开这个孔 再打开这个孔 好 好了 六个螺丝孔 六个螺丝都拧开之后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打开PlayStation的上盖了 我们给你看一下 当你发现你的PlayStation不能读取光碟的时候 70%的原因是在这个是在这里 是在这个PlayStation这个激光头上面 由于这个激光头的老化 导致了它不能读光碟 所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这个激光头更换掉 我们要首先把它的这个激光头 由两个线组成 一个是这个排线 一个是 一个是排线 一个是这个电源线 我们只需把这个排线轻轻的拔掉 然后把电源线从这里 从这个位置 从光头的位置轻轻的拔掉 光头就拿下来了 那么接下来呢 当然要把它换掉了 我们把新的光头拿到这里 然后把这个电源线 然后把这个电源线插到激光头的这个槽里 然后再把这个长线排线插到这个机器的槽里 那么我们的激光头就换好啦 是不是很简单呢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 我们的这个更换效果怎么样啊 好我们把光头更换好之后 我们来测试一下效果 让我们先放上一张光碟 然后我们开机 那光头为什么不转啊 因为这个地方你没有按下去 所以它肯定是不会转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拿到 就应该用到这个椅子的螺丝刀 然后按在这里 卡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啊 按在这个位置 它是这个位置 给我们的椅子螺丝刀 卡在这个位置 当然的话你用手按住也可以 我个人比较喜欢用这个椅子螺丝刀把它按住 好我们看到光碟在转了啊 OK 我们听到了PlayStation的音乐 PlayStation的经典音乐和PlayStation的经典 BiOS画面啊 非常非常的经典 好 出现了 TabPono Logo 说明我们已经更换成功了 由此也可以说明是 PlayStation的激光头不行了 好了 那我们测试一下 我们把这个时候 我们只需把机子的盖子盖上 就完成了 那我们把光头更换完之后呢 这个光头是换下来的光头 这个光头就说明这个光头是坏的 我们把光头更换下来之后 我们最后一步当然是要把盖子 误归原位了 然后我们把盖子拿上 我们把盖子拿上 然后我们把它盖好 盖好之后呢 我们把它翻过来 翻过来 那接下来当然是把这六个螺丝 一个一个的拧上了 那接下来当然是把这六个螺丝 我们把盖子拿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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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螺丝都拧好之后 我们把盖子翻过来 然后我们再插上电源再试一下 好 好 我们把机壳装好之后 我们再做最后一次的测试 我们拿一张光碟 放到机器里面 然后盖上盖子 开机 好 OK 我们更换成功 好 好了 那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学会 其实 当你的PlayStation不能独特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光头的问题 光头问题更换的就是这么简单 好了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学会 如果大家对这个东西比较感兴趣的话 如果大家对本期的视频比较感兴趣的话 也想自己操作一下的话 我给大家大概说一下 这个PlayStation这个激光头 我是在中国的淘宝网上买的 这个的价格大约就是150块人民币左右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会把这个商品的链接放在这个视频的描述里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觉得大家都是聪明的人 应该都学会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一定要记得点击 视频下方的订阅按钮 那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See ya 拜拜